這只是一個底而已 對 但是 還要有一些邏輯思考 對 等一下我會教妳邏輯 我最會密室逃脫 我每天都在練那種邏輯思考有沒有 速度啦 斜線然後什麼的 那我猜OK吧 妳要有邏輯才開得出來 可以…我還有邏輯 大家早安 元氣精神好 坐著 我沒想聽到每個都那麼早集合 我們要不要想辦法出一套早操 有沒有 1 2 3 4 以後你知道 就大家先做早操 像百惠公司開幕 開門一樣 然後會先挑一段 什麼做一段早操 然後再那個 斜翻一段 今天又來到了 有點熟悉 好像我們不是太熟悉的地方 看到這個門口有沒有 看到這個有那些汽車路線有沒有 想必我要來烤什麼東西 到底要烤什麼東西呢 我真的也不知道耶 就被通知來這邊了 而且這個東西台北還沒有 因為我來桃園集合 我想說 為什麼我在台北烤啊 台北是不是沒有 對 現在這邊是全國唯一 這邊是全國唯一 Oh my God 什麼車是全國唯一 我想一下 全國唯一的車 我想不到 我們先進去吧 好 我要來報名填資料 好 OK OK 我想請問我今天到底是要烤什麼 露營拖車 露營拖車喔 對 對 您說 開車然後沒有推 拖一個小方塊的那個 對… 小方塊滿大的喔 滿大方塊的那個 對 露營拖車 對 你們是不是 之後出外景 不想要找住宿啊 那我們就直接去練習 Oh my God 有人在那邊手插腰耶 莫飛 那就是我的教練 走 走 教練嗎 妳好 妳好 要上課啦 要上課了 對 Oh my God 我就是要考這個嗎 對 妳是要考這個 露營拖車 所以我之後 可以把我的車子後面拖一個這個 可以 但是 要經過這場認證 好 那所以其實算難嗎 還是會開車基本上就OK 不會 不會很簡單 不會很簡單 很難 是有一點難 有 它是 它是 跟你開車 基本上 開車只是一個底而已 對 但是 對的才會對 還要有一些邏輯思考 對,等一下我會教你邏輯 我就會 逆世逃脫 我每天都在練那種邏輯思考 有沒有 速度、寫線、然後什麼的 那我 應該OK嗎 因為要有 邏輯才開得出來 可以 我很有邏輯 它算難的 會算簡單的 竟然是算難的 對 我考到現在 第一次有人跟我說難 因為大貨車的那個什麼 教練都說很簡單 很簡單 然後遊艇也說很簡單 很簡單 我 平時有那麼誠實的教練 說很難有沒有 很難 感謝你讓我有一點心理準備 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好 對 你邏輯轉不過來就是不會 對… OK,那我們開始了 沒問題 OK,好,來 這邊 拉前進的動作 就 就跟你平常開車的動作差不多 看一下紙車的位置 對 好,紙車你要看一下 會不會撞到東西 我的車子應該沒那麼大的鏡子吧 對,沒錯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 訓練的 加裝的 好… 對,那一般在國外有沒有 它都會用一個方式 就是說 夾在這個照鏡的位置 把它夾大 把它夾住 那你要開拓車的時候 就把它夾上去 那你不開的時候 你就把它拔下來 就看原本的鏡子 好 好 OK,好 好,我們繼續 你看 轉過來的時候 你要閃過你的車廂 就很折 對 閃過車廂 對 閃過車廂 對 等一下 所以它 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是屬於大車 你看 我的前車假設是五米的話 後車大概是六米 我們加起來大概是十一米的長度 對 那十一米的長度相當於 對 對 這個是十點二米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台車 跟公車差不多一樣大 一般正常轎車的這個位置 就進來了 對 那你看 我現在進來 你看 都快撞到了 你看 你的拖車都快撞到 對 你如果再往前走 有可能就會撞到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是往前拉才對 如果閃不過的話怎麼辦 這樣可以閃過 閃不過的話就要開始倒車了 好 現在倒車就來了 可能倒車你到底要轉哪一邊 這是重點 對 OK 然後正常剛剛這個動作 倒出來之後 應該要拉大一點再轉 弧度拉大一點 有沒有 弧度拉大一點再轉 你看這樣就閃過了 閃過目標了 這是重點 因為它有高度 對 它不會像轎車沒有高度 所以很容易撞到後面的東西 OK 這是只是開車前進的動作 好不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